12月12日,黑龙江省隋芬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发布通告称,该市立即转入战时状态。 连日来,记者观察到,这座因中俄边境贸易而兴的百年口岸,并未因疫情而显得慌乱。 12月15日,记者走访了隋芬河市当地最大的超市,看到前来购物的顾客竟然有序, 粮油,肉蛋,蔬菜等生活必需品有序摆放,农副产品等物资供应充足,价格稳定,能够满足百姓日常需求。 东西还不算去,跟平常差不多。 超市东西不贵,都一切正常,不方便,没啥不方便的。 目前咱们是果菜和粮油这块,咱们的仓储基本都是充足的, 然后咱们每天的果菜车来的都是新鲜的蔬菜, 目前这个物资的这个供应还是稳定的。 青云超市电源告诉记者,尖交美金5.99元,西葫芦美金3.99元, 大白菜美金1.29元,葡萄,苹果,砂糖菊等水果, 从美金4元到9元不等。 除猪肉因市场原因,美金价格逐步上涨了4元左右, 其他生活必需品几乎于疫情之前持平。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隋文和市30家大型商超果蔬、 粮油企业及药店进行市场抽查, 发现隋文和市市场价格基本稳定, 购销差价不超过30%, 隋文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于崩盘物价从重处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